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把车想象成卡车头的样子 你看 这里就像汉字车 那边有一个车站 我要去车站坐车了 这里就是车站了 车站是指车在运送人或货物的路上可以停靠的地方 你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 也可以在这里搬运货物 车站里可以等车 如果等车的人很多 一定要记得排队哦 看 车站还有站牌呢 站点的名字都在上面哦 我要去看看待会儿我要坐哪一辆公交车 我要去这一站 待会儿就坐916路公交车 公交车来了 这就是公交车 你们只要交钱就可以坐上车了 每辆公交车都有固定的线路 公交车还有很多种呢 有双层的 有些公交车还有轨道呢 除了公交车 我们还可以坐地铁哦 它们都是公共交通工具 今天我们学习了车这个字 车可以组成词语 车站 公交车 我等的公交车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坐到下一个车站 我就可以下车了